《DM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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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讲这个DMZ区 这个DMZ区呢是这个 有点像我们那个网站里面的公共区 每一个新闻网站或者每一个企业网站 电视上的一些网站 这个DMZ区呢 相当的是你们并网上的首页 这个时候的DM1区 我们是公共的邮箱 就是DM1区 大家可以保问 这个时候我们做的四盲偶像 你说说我摄影盲偶像 公共评论 一般的话 这个DM1区 叫做球口区 这个区域的话 一般来说的话 随便保问 这个DM1区的话 DM1区它有一个公共防御区域 既然是公共防御区域的话 也是被黑客所利用的 因为这是一个窗口 那么它在公共防御区 才防御是什么 看你开放了什么协议 好 我们这里应该看的话 一般它是公共防御区的话 它手里它的目的就是 不要你防御内网 看你让你阻止 一般它是不让你防御内网 然后还保证内部的安全 所以一般是被外网用的所防御 然后不能够主动向内网发起这个 这个地形球 那么就是DM1区的话 不能向内网发出这个 这个DM1区 你说我通过DM1区 去向内网发动这个请求的话 引起这个危险 那么最典型的应用呢 也是安置企业 自由对外 使用开放的服务 那么一般的话 有个FTP型 这个所有的这个 网站还有浏览网页 一般都有个FTP型 是吧 还有个FTP型 还有个是SMTP型 还有个是牛媒体 还有个是牛媒体 这个是播放这个 什么 播放视频上 是吧 这应该的服务 这个考虑到 因为这个牛媒体 像播什么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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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你也要从一些网站 或者看电影 什么 那些 然后考虑到这个DM1的主机工作 其实更接近公网的 对待的服务器 因此该机会 所以往往在防火墙 防空策略上 也会与内网 外网有所不同 啊 这个时候 它现在也会 防火策略 但是呢 防火策略也会有所不同 防火墙是两个网络之间 啊 两个网络 之间 执行控制策略的 一个和一组系统 包括硬件 和 软件 啊 大家有没有用过硬件的防火墙啊 用过吗 没有 因为这个硬件防火墙 你个人机里面一般没有 是吧 除非你是在 企业里面 企业设施的一个 防火墙 是吧 你个人里面一般 不能这个方式 要用软件来做 是吧 目的是 保护网络 不被它拆了 啊 啊 那么 在本质上面 遵循一种 允许和阻止 业务来往的 网络通信 安全机制 也就是提高 可控的 过滤网络通信 是允许授权的通信 那么这个防火墙 这里面的话呢 如果你这个 防火墙的话 才有授权的地方 就是允许你这个授权 你要是没有授权的话 你这个通信的话呢 是进不来的 那么这个授权的话 一般是 一般是 一般是怎么授权呢 啊 这个授权一般是有规则的 啊 啊 那你这些满足的规则 很好 我觉得能通过 如果不满足的规则的话 就不能通过 那么通常 防火墙的 是位于内部网 和微博站点 与英通网之间的一个路由器 和非常一层移 又成为堡垒阻机 啊 其目的呢 如同一个安全门 为稳定的部门的提供安全 控制那些呢 可被允许输入 该保护啊 啊 塘地的人物 就像工作在前面的安全位置 控制并检查站点的防火墙 好 那么这个就是这个 这个防火墙啊 啊 您安全位置上 就是 那么我们对 所以我们就是说 那个中国常识防火墙呢 这相当于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 你这个访问这个 国际网站出口的时候 它相当于一个安全位置 那么有很多网站的话 就不能够被讨论 好 那么防火墙呢 是由管理员 为保护自己的网络 远到外界搜索上 这个防火墙呢 可以看得 看得是安装在 两个网络中间的一个 一个罩上 根据安全计划 安全策略中定义 其后面的网络 就是软件和硬件体称 所有进驻网 通信的都应该通过防火墙 所有参加防火墙的 通信的都必须有安全策略和计划的措权 理论上说的防火墙是传不透 这是理论上说 那么从网络上讲 防火墙是分离器 限制器和分析器 那么从物理角度看得到 防火墙物理实现的方法也很通 防火墙是一组硬件的设备 是一个路由器 总计算机 或者是路由器计算机 和配有适当软件的网络 多准数 全有多准数 那么防火墙有四个阶段 一个是基于路由器的一个防火墙 那么这个防火墙里面呢 还是有这个 防火墙里面呢 防火墙的啊 防火墙 还是用法的这个防火墙 工具包 这些工具包 第三个是建立在 不用操作手套的防火墙 第四个是具有 安全操作手套的防火墙 好 第一代防火墙特点 利用路由器 对分组的解析 以防网控制表 这方式实现对分组的过滤 它是对表防网控制表的方式 过滤判施的依据地址转口号 IP地址以及其他的网络特征 那么过滤的话 一般的是用地址转口号 IP标准 是用分组过滤的工程 并且防火墙 路由器生锡的 对安全要求低的网络 采用路由器 在防火墙上不大 对安定性高的话 可以利用一台路由器 作为防火墙 你们在设置路由器的时候 好像有一个什么 有一些设置是吧 ARP 防漆片 那么第一个防火墙 有一些不足 就是一个是探寻内部网络 外部网络 内部网络 内部网络是容易 把这个情况还做好 如果现在分组过滤的规则 设置很简单 安全愉快 攻击者可以假冒地址 由于信息在网上是以明文传送的 可以在网络上面违到假路由信息 那方向跟规则设置 会大大降低路由器的性能 因为它设置多的话 还看到很多规则 那么路由器就降低了 通信的通质量就降低了 好 第二个防火墙产品 就有以下方的 好 将过滤功能从路由器中 独立出来 并将省计和告续 进行过滤功能 针对用户需求提供 模范化的软件包 软件是通过网络发送 用户根据需要构造防火墙 这个防火墙呢 可以通过这个软件来实现 可以通过软件来实现这个 防火墙 以地带防火墙这个案件提高了 价格降低了 好 那么不止之说呢 配置和维护过程符合 配置被用户的技术教学包 全软件时间 安全性和处理速度均有局限 时间表明 使用中出现插握情况很多 用这个全软件来实现这种防火墙的东西 既然是软件的话 它这个就会有一个进行 好 第三阶段 是在通用操作系统上的一个防火墙 和专业的带领 监控所有协议的数据和指令 保护用户编程空间 和用户可配置内核参数的设置 安全性和速度大为提高 那么存在的问题呢也是 这位金属的操作系统及其内核 所以往往不为防火墙管理的锁子 由于圆满的保密 安全性的无从保密 由于大老是防火墙厂商 并非通用操作系统厂商 通用操作系统厂商 不会对操作系统的安全性负责 那么从本质上讲的话 第三代既要防护外部网的东西 还要防护操作系统厂商 因为它自己不是操作系统厂商 所以它这个做法就会 防火墙有时候 是否还要防外网的 还防内部 还防最操作系统的 那么用户必须要两方面的支持 一个是防火墙的厂商 一个是操作系统厂商 好 那么第四个阶段就是 具有安全操作系统的防火墙 所以防火墙的话 具有操作系统的代码 必须实现安全内核 对安全内核是以加工处理 去去掉不必要系统特性 加工处内核强化安全保护 对每个服务器 实现能够做了安全处理 一旦黑客攻破了一个服务器 它就会被隔离在此服务器内 不会对网络的其他部分各种危险 那么在功能上面 包括了分阻货率 应用网关 电路级网关 还有一些加密 好 那么从总体上看 这三个服务器 应用以下五大規模 一个是过滤进出网络的数据 管理进出网络的访问 封读某些禁止的页 记录通过防火墙的信息内容和活动 对网络工具的检测和告示 对网络工具 这就是一个局域网 这个局域网的话就是 这边就是一个正常用户 正常用户通过议尺教手 进行访问 这个访问 还有黑客也进行访问 这里面有一个Boss功绩 那么它这里面采用的就是包括应用程状态解释 好 内容和邮件功率 到中国常常我讲的话就是说你这个健康内容 健康内容你随便看 是吧 有害的容 中国常常翻过墙干什么 它要防止有害的容 你要是一些什么有害吸气 要是长跌过来的话 就会被感激掉 是吧 还有一些很多一些不好的一些网站 它可能会充斥一些不好的一些 主要是在政治方面的一些信息 一些东西 再把它禁掉 这是有害信息 有害信息通过外网 国际网站 过来 那么这种有内容和邮件过滤的话呢 内容和邮件过滤 对啊 一个是正常网站 正常网站通过这个冰箱面团网站 对吧 有害网站 也通过这个网站 好 就是说中国的时候 就有什么中国常常防火墙满住 难解了 是吧 那么这是健康那种 是吧 你进来了 是吧 你如果你没有这个防火墙高的 这也进来了 是吧 包括邮件 你进来以后 有一个邮件检测的一个呼吸 安全过程中的日子管理与神经 好 这是安全的网 一面邮件通知 也是 也可以是吧 绝绝呼 它可以呼呼到这个 放过去啊 还有 攻击